大海公白昂乎醉 原谅的一平心准 原谅的一平心准 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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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云民站在西边高呼抗议口号 情绪十分激动 大家不满吸水污染造成的影响 云民表示会入松博港的四号溪 在前两天吸水突然变成暗红色一片 许多渔群更是暴斃死亡 担心污染持续扩大 地方也随即通报环保局前来击查 那天水是变黄色的 全部的鱼都死得很多 然后他们在藏伤 不知道是环保署 有谁家里藏的有没有 叫那些水货车来挑那些鱼尸体 好像是人民的生命鱼不顾没有 安全健康好像 这也真的好像毒油一样 对吧 污染一些一些河川 污染一些生态什么东西都没去 虽然吸水已经从暗红色污水 变成乳白色的泡沫水流 但居民人士十分担忧 而经过环保局持续追查后 发现是为在上游 幼市工业区里头的染料工厂 和污水厂处理出现问题 为此地方明代也特别召开协调会 除了追究后续责任之外 也要求类似的污染事件不得再发生 我们烦恼是说我们现在就去污染中了 污染就在 我们就在捏毛鱼 现在又污染中了 就变成我们禁止的草毛鱼去 禁止的草毛鱼去 我们在这时候是不是就要走到狂 走到狂来捏虎的 我们的所谓 污染的所谓就会比较重 我昨天我告诉你如果做不好 我今天没有排除 带领前四的污染 我来又市工业区 说得很难 我来给威卿 我来给空清 我说这是最好的一筹 要求环保教教教育的 我们这个鱼的这个 这个系统 送给我们的 农业单位来做一个检测 我们今天也有听说 青壮 拿出这个 完疗 它的 进客的一些性分 我们要再进一步 在那后星期 我们的 安排所有的 上官单位 来做 再来做一次 对于地方的反弹声浪 环保局除了先以水污染防治法 向造势的厂商进行告发外 后续如果验出重金属等污染物质 也将持续开发 接下来也将针对污水厂的作业流程 和厂商的管线监控 重新进行检讨 避免类似污染事件再次重演 继续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